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不愧是杨子,凭借一个MV拿下影视榜第一 陈香如粉再次被魔改 今年情人节,得益于一波甜蜜陈香如泥首支MV发布 随后登上影视榜第一,观众争相播出 可以看出,这部自去年官宣主角以来备受争议的仙侠改编 已经过了争议期,慢慢走上正轨 成为2022年最值得期待的古装剧 不得不承认,近两年古装剧在市场上一直很冷 尤其是仙侠题材 去年的女婿长歌行狱里等题材明确的古装剧,各有特色 虽然豆瓣评分不算太高,但观众的口碑还是挺给力的 现在谈及石湖夫人静双城永恒绝尘这些所谓的古装大作 几乎每一部都受到了观众的诟病 点 从商业模式的详细分析来看,资本方的选择并没有错 这些剧都有经典IP版本,每个都有一个明星系列 它们都有流行剧的基本模式,但为什么它们一路走错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都是在编剧方面 可以说成功也是小合,失败也是小合 首先,制作组选择了本,他要选择一部畅销,受众广泛的小说 也就是说,理论上,这些书迷只有接受了该书的既定模式 才会成为他的粉丝 但在目前的剧本中,编剧们基本上都是要做出一些神奇的改变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性 而新的剧本通常会完全偏离原著的主题 这让这本书的书迷们先拒绝了这部剧,而只要是这几年流行的仙侠小说 套路就是这样,书迷喜欢这首曲子,就该换个版本,几乎成了这些电视剧改编时不适应的主要因素 即将播出的剧集《沉香如谢》也是如此 原著小说男主分为世界片和仙界片 仙境片显然不是很好 女主就是来自古代遗迹的四叶寒燕丹 她和她的妹妹,是仙界中仅有的两颗丹药 这个角色设计当然是为后来的应援军设计的 空气中的燕丹原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出身顽皮硬朗 但在遇到被魔器感染的应援军之后 她的心浑湿了,不仅用花瓣救了她,还挖了她的心,恢复了她的仙体 问题是,这个应援军不仅是瞎子,而且是瞎子,跟他们相处了这么久 她分明地说道,等我睁开眼睛,我一定会认出你 但在恢复了仙体之后,她却认错了人 虽有邪女二掌灯的架子,但不可否认,这个是世界比颜丹还重要的男人,并不是她的恩人 《人间》片中,男主变成了羽默,人物环境和颜丹非常契合 她也是上古一季久近的一员 她是她家中唯一剩下的人,于和莲花一直是文人默克认定的画面构成 他们是一起出生的,但玉默的爱情之路却是坎坷的 玉默还是羽的时候,就是燕丹的听众,经常听她讲她和皇上的关系 本来无理取闹,她拒绝了,可是一听,她就落入了心里 而羽默的诞生就是为了医治燕丹的伤口,改变的那一夜 正是燕丹遭受三天雷劫的那一刻,正是她将燕丹的伤痕带回了地面 至此,她心里知道,燕丹还想嫁给英帝君,可是一分手,就有消息说她已经跳下轮回了 余默此时很抱歉 她为了燕丹放弃了承仙,去凡间寻找转生少女,成为了酷兰宝的山主 第一堂课是八百年 多年后,华锦派了一群女人,要她们成为山主的妃子 燕丹在她们中间,冲她笑了笑 因为知道燕丹的前世今生,她没有带走她,但她们两个人很好,让她自由身,带着燕丹一起环游世界 纵然遇到了同一个转生帝君,但玉莫也没有靠自己在世间的机缘,给了燕丹绝对的选择权,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从目前的MV和官方内容来看,整部剧的主题改变了女主彻底原谅男主的戏码,男主改成应原地,玉莫变成了乐器 虽然内容老实说,英原地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人间正道,做出了几次牺牲 也解开了和燕丹的种种误会,但这种强形台,开满月的结果,尤其不符合人性 据说,杨子饰演的燕丹,可以背着扫帚扫弓 他为这个男人跳下轮回台,在荒芜的望川为这个男人流浪了八百年 转世海种在这个男人身上 还逼他结婚生子 我只想问编剧,这样合理吗?还有一些细节是不对的 比如在MV中非常漂亮的部分,帝君和严丹隔着荧幕接吻 要知道,玉和联是对严丹和玉莫这对CP的隐喻,直指桥段的帝君 只可惜杨子和诚意两位实力派演员演得这么辛苦,不知道能不能最终挽救编剧的坑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